來我回家電腦 來來給我拍一下電腦 好來 這個是誰 來你有沒有看到出現這個東西 你看這你有看過嗎 你有看過嗎 沒有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它根本不是時速的 它沒有時速的 你看這種東西它根本不是時速的 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同學考試能不能出現什麼 -3的跟-2的脂肪 根本不可以 在高中出這種問題 一定是送分的 高中根本沒有touch到這一塊 這樣好不好 好 我這裡全部講完了 我這裡跟你說 翅芳是五里數的時候 底數一定要是正數哦 這不是開玩笑的哦 來最後我們談個問題 我們就準備一下課了 我終於複習完了 不覺得很棒嗎 真真真 棒棒棒 來寫個question 我這裡寫幾個函數 沒有沒有我先來講一個東西好了 A4X 等於A的X字方 我們終於要進入這個單元哦 這個單元叫指數函數對不對 我終於要進入這個單元哦 指數函數 A4X等於A的X字方 先問一個問題 我們之後要畫他的圖形 就在我們下一節課 我先問你 這個X是什麼東西 時數 對 他可以取任意的時數 對嗎 譬如說X也可以取根號2啊 對不對 也可以取π 也可以取-1 也可以取-2 因為我們要畫圖 所以那個X應該是什麼數字都能用 對吧 他是一個變數嘛 好 他會變動 他是一個可以取任意的時數 然後請問你哦 下面這個A我們稱為叫什麼數 這叫底數對不對 底數會不會動 不會 在我們畫圖的時候 這個底數是一個定值 哦 這個底數是一個定值 底數不一樣 你的圖形會長得不一樣哦 好 但是同學你知道嗎 在高中數學裡面哦 所謂的指數函數 我跟你講 課本哦 親瞄彈寫一句話帶過去 你知道這個底數啊 一定要怎麼樣嗎 大於0 對 一定要大於0 很多學生哦 他會把這個東西 他會輕忽這個東西 他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大於0 他會說哦 哎 就大於0嘛 對不對 比如說2的X次方 什麼2分之1的X次方 就是不能小於0 然後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 討論指數函數的時候 底數一定要是正的 負的絕對不行 我舉幾個例子好了 這樣講 有點不太懂對不對 我這邊寫幾個函數 你告訴我 誰是指數函數好不好 我這邊寫幾個 讓你來判斷一下 我們把這個講完了 這一堂課就大功告成 希望我花這兩堂課幫你複習 你有喚醒你高一的回憶 這樣好不好 因為這個我們的課剛都假設你高一這邊是完全沒問題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哎 不可以這樣想 因為你們應該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試非題一下 來試非題 這裡有五個看起來像函數的東西 來我問你 F1到F5 來第一個 這是不是指數函數 Y等於3的1次次方 這是不是指數函數 是的 它是指數函數 打工 來 因為底數要大於0 底數要大於0 來 F2等於1的1次次方 這是不是指數函數 這個有爭議 來我畫三角形 這個東西有爭議 你說老師 這個課本好像把這個情況 底數是1的情況排除掉 但是我跟你講哦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東西在我們課本裡面 底數是1我們根本不去理它 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 1的x次方 不管你x是誰 你帶出來的y值永遠是dota 1 所以你的圖形長什麼樣子 水平線 對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它的圖形是一條水平線 水平線有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沒有啊 所以我們課本就說啦 我們一般來講在討論所謂的 尺數函數的問題就說 這個東西根本不值得討論 我們不鳥這個情況 這樣聽懂嗎 不值得討論 因為它就是一條水平線 水平線有什麼好討論的 對水平線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啊 這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 來下一個 請問你 這個是不是指數函數 是 底數要大於0 不等於1 對 因為1不值得討論 來 根號2的x次方 這是指數函數 是 但是來同學 所以最後一個 負3的x次方 這是不是指數函數 不是 這個叫我給我用力的打差 為什麼 為什麼它不是 因為我們的x要怎麼樣 取任意的時數 我告訴你啊 當你比數是負的時候啊 你取某些時數 會根本沒有定義 比如說你給我一個數字 比如說負3的幾次方就沒有定義 比如說 根號2次方 我問你 這個東西我們高中有定義嗎 沒有啊 那你x可不可以取根號2 可以啊 根號2 但是這個東西根本 連個時數都不是啊 那你怎麼畫他的圖 對不對 這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底數一定要怎麼樣 底數一定要大於0的 底數是負的 好多地方都沒有辦法定義的 對不對 你剛才我意思 比如說負3 然後問你 負3的什麼東西也沒有意義 三分之二次方 來請問你 這個東西我們有規定嗎 沒有 我們也沒有規定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對嗎 分數指數 底數是要大於0 所以你看 如果你底數是負的 好多東西都沒有規定喔 這樣是不是就 就沒有辦法去處理它 好 現在我還剩幾分鐘 你說 五分鐘 五分鐘 我看一下 我好累喔 我的天啊 那休息啊 休息啊 休息啊 這位請客讓我們一起休息 讓我們一起休息 讓我們一起休息一番小 我看一下喔 欸 好啦好啦好啦 就先這樣吧 耶 來那個真凌姐謝謝 我們這兩個